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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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干什么 原来小草帽也有不知道的事 小纸头 你们是不是要造很大的房子 什么 这是盗纸 先把木头弄碎 然后煮成纸浆 接下来把纸浆里的水冰干 再压得很薄很薄 摔干卷起来 你看 这不就成了纸 生产一张纸可真不容易 快点 太纯了 太纯了 小猪 小猪 你好 给你送点来了 看 还挺有礼貌的 再来一张 知道吗 知道吗 我是个画家 看 我正准备开个个展 个展 个展是什么东西 所谓的个展 就是我一个人的画展 我给你画个气球 这个不算 太浓费了吧 这个太浓费了吧 太难了 但画家太难了 对了 我们玩纸飞机 你听我说 生产生枝可不容易了 知道了 要重树 要浇水 你烦不烦 这头城里有的事 有什么稀奇 你 走 不 不什么 不就是一张纸吗 像你这么浪费 再多的纸也不够 你就用废纸玩好了 你就是一架最大的纸飞机 哪儿跑 哪儿跑 看你往哪儿跑 看你往哪儿跑 太浪费了 小草帽 小草帽 城里一点都不好 小草帽 我要回家 我不想再待在城里了 就你自己 不管朋友们了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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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明天就有好戏看了 小草帽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小草帽 小草帽 你好 罗姨 你背着那么多硬币干什么 出大事了 昨天晚上银行里的纸币都没有了 只有硬币能取出来 我不干 我不干 冲冲 我不干 我不干 别怕 他把我好好的牙齿上钻了个洞 疼死我了 实在对不起 昨天夜里全市所有的病历卡都不见了 所以只好每个牙齿都再检查一遍 谁的钱 这么多 金米 那些钱是我丢的 你不见了 金米 你上哪去 去教有写生 写生 你不上课了 昨天晚上学校里的书本都不见了 所以老师说今天放假 你们都怎么了 读书馆医院都关门了 银行也关门了 咱没钱了 要我说是因为咱们平时太浪费纸 遭报应了 这是什么 钱 纸币 这是什么 地图册 纸的 给 接着 这些包装盒都是纸做的 还有你的衣服不也是纸做的吗 对 纸还在 咱们不相信报应的鬼话 静静享受自然的恩责 弟兄们 回家了 我的钱 我的衣服 我的钱 衣服 小草包 怎么办 怎么办 去向小指头盗窃 把他请回来 你带我们去吧 立正 想坐转 跑步走 咱们去吧 走 让肥之杀 最过最过 我们一定应该出改受 好